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理性的人 我一直是很相信理性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知道了我很好的很好的朋友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他的男朋友for a long time去世了 对 我就在思考如果我有一天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身边很重要的朋友重要的亲人 他们就是从此不存在了 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理性可以解决的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在见性发生之前 我那个朋友还要接触了很多心灵疗愈 身心灵的一些资讯 然后我看他走出来的方式 我看他重新站起来的姿势 我开始理解到这一东西 身心灵这个东西 身心灵全部都健康 身心灵健康 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它不是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 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山上修行 你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才可以身心灵完善 这是你一个心态的改变 你也去愿意接纳一些不同的知识 不同层面的生命体验 不同层次的生命体验 对 所以我就在今年的时候 特别去 也没有特别去怎么样 就是开始对这一方面的资讯 比较敏感 然后也很好奇 就也蛮好奇 然后我是很自然而然 就会被我有兴趣的东西吸引 完全是吸引力法则 所以就看了一些书 一开始看了一些书 然后就发现 很多 就是我发现 很多身心灵的工作者 他们生活的框架跟正常人 完全不一样 不是正常 他们也是正常人 但是跟可能完全就是 活在工作里面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的规则 他们在意的事情 他们可以感受到开心的东西 都是很不一样 有些是很细微很细微的 我觉得去了解宇宙 去了解自己的内心 你会越来越细腻 对于很多事情的体验 你会更能感受到 很细微的开心 跟很细微的难过 很细微的事情都可以 就可以带给你 体验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 需要追寻很大的 很大的梦想 你不需要去 去花太多力气 让自己感到满足 你可以很平静的享受 在生活里 很细微的美好 我对于疗愈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种 不同的疗愈法 早上 很多人早上泡一杯咖啡 他就觉得 也就觉得很疗愈 我早上泡一杯杏仁茶 我也觉得很疗愈 那 再进一步的 更 更高级的 也不是更高级 但是 疗愈其实是 是一件还蛮 可以是很 专精的事情 有些人是专门在疗愈人的 那其实我觉得 到最后就是 疗愈其实就是 你让你的思考 在一个很纯净的状态 比如说你去声音疗愈 你就是很专心的 听这个声音 很用心的去感受 这个声音 你让自己的思绪 沉浸在一个 很干净的状态 你就是在疗愈 自己的心灵 前一段时间 我就还蛮常 静坐冥想 就是 会花个 一天可能会花个 两三个小时 就是 闭眼睛 然后就坐在那边 然后去想事情 去感受 nothing 感受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那我觉得 这个体验还蛮特别的 虽然我现在 不会 那么长迷想 不会 花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 我完全 认为 这样子的 一个体验 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让我 感受到了很多 真的平常 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对于 人的情绪 也会特别敏感 好像就可以看到 心流在 跑的感觉 我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的 的想法 几乎是可以这样子 对 那这也不是什么 特别的超能力啦 说实在 我们人 每一个人都具备了 很完整 的神的能力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 我们跟 这个宇宙是完全有连结的 因为我们来自于这个宇宙 你的DNA里面 存在的是 宇宙上面 宇宙里所有的讯息 那这一部分的能量 都是存在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里面 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 挖 把自己的潜能 把人类的潜能 去提炼出来 这可能 跟一般人的疗愈不太一样 就别人 可能很多人在玩那个史莱姆 就是可以捏手 那个很爽的那个 那都是一种 很浅层的疗愈啦 那我觉得 如果 有时间 有时间是最好 如果有时间 然后 或者是说 也不用随时有时间 你只需要一段时间去 了解这些 了解疗愈这些事情之后 他每一天都可以陪在你身边 你每一天都可以 小小的疗愈自己 你可以有一个疗愈的习惯 那我觉得 个人的方式 我很喜欢 以大自然为元素 跟大自然做一些连结 水晶有各种各样的样子 他们是在 一个高压 高温的环境下 产生的 他们拥有的 是经历折磨的 魔法 它完全就是产生于压力之中 那还可以有这么多形态 这么多颜色 让人 真的是 让我觉得 很惊艳 最近也开始 养了一些植物 因为 其实从植物身上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像是 在海边的植物 跟在森林里面的植物 是长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海边的植物 它们需要 适应海风 它们不会长那么高 它们 比较柔软 它们比较有韧性 那山上的植物 它们就是 耐寒啊 然后可能它们的叶子 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这太多细节 是可以 给你去 思考 为什么它们长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在 跟这一切 大自然 做互动的时候 都是可以带给自己 很大的启发 很多 很多大自然的东西是 真的很自然 真的很 真实 那是 我们在 social media 我们在 手机里 找不到的东西 这些 最 最原始的 教科书 一直都在那边 给你去 给你去探讨 给你去 你根本不需要去拥有 有时候你只需要去 思考这件事情 它就足以疗愈你 总而言之 疗愈的路上 我觉得 是一种学习 就是学习 怎么让 自己升华 学习怎么去 感受 事物很微小的美好 我觉得 这还蛮重要的 那今天 带来一首 我觉得非常疗愈的歌手 张玄的 宝贝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点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我的宝贝 真的时候 有个人被 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 你最美 要你知道 你最美 晚安